第十六天 我只能相信各位觀眾把他打死了 我只能把他打死了 這個是沒辦法的 我們就來試試看看 村民到底會不會對我生氣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會不會對我生氣 你會嗎 好像沒有欸 他好像真的不會對我生氣 他們就這樣子看著我把他們的守護者幹掉 完全沒有一個人對我生氣 欸各位我這樣總可以嗎 我現在全部都弄好了 我現在全部都是OK的 OK嗎 這樣子我看你們還要怎麼樣告訴我 哪邊又有什麼磚呢 我最這邊對不對我再放個地毯 這樣子我這邊應該雖然很醜 但應該是真的 可以讓鐵具人生在我需要的地方吧 我們今天什麼都不做 就是要確認鐵具會不會 為什麼 前面不夠嗎 不夠遠嗎 他出在這裡喔 其實我不確認鐵具要多遠 我是不是現在應該去查一下 好我去查一下好了 他會在村民為中心的17x17 就是村民所在的位置的正負八個吧 我們來算一下好了 會不會 村民嗎他會站在這一個裡面嗎 我們來看12345678 這一個剛好不會 我們來算這邊 這裡也不會 很好 那這邊呢 好像剛好差一個欸 哈哈 真的差一個欸 那這一個弄好應該就可以了 我這樣應該可以了對不對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不行吧 等一下這一個也要拆掉 這一個也要換 我們再做個箱子出來 我好像沒有木頭了 再去挖一下木頭 不 為什麼 你到底出在哪 為什麼 他這裡被踩掉了 這裡嗎 這兩個嗎 我這快發瘋了欸 有人站堆肥頭把它踩爛是不是 可能是 可能是王八蛋欸 這樣總可以了吧 OK 我就不信他這樣還能夠出在奇怪的地方 好不好 這樣總可以了吧 你說這裡面要會生喔 所以我這上面全部都放半磚喔 我知道了各位 我如果要放我就要放這樣子對不對 這樣總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真的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了吧 我再睡 我再睡